林小竹点了点筒 倒出了十五文钱 放到了桌上 站起来拱了拱手 今天能结识王老板万分的荣幸 如果在下有幸能在这条街上租到破面 到时候再来跟王老板聊天 好说 好说 王老板笑咪咪地把钱收了 好走不送 林小竹出了门 便不再四处走动 直接回到了客栈 到了日已过午 差不多到深时的时候 他这才出了门 往清新茶楼而去 进了清新茶楼 他环视了一周 并未见到罗掌柜 正要找一个位置坐下 便听到身后罗掌柜的声音响起 张老爷在此稍等片刻 再下到楼上看看他来了没有 很显然 他嘴里的这个他便说的是林小竹自己了 林小竹忙转过身去 招呼道 罗掌柜 咦 罗掌柜看了林小竹一眼 认出是他 忙拱了拱手 笑道 小兄弟换了一身衣服 我都认不出来了 又忙介绍 这位是张老爷 铺子的主人 林小竹连忙坐了个衣 见过张老爷 三人在一张空桌上坐了下来 罗掌柜问道 早上临时有事 先离开了点心铺子 走得匆忙 还未请教小兄弟大名 林小竹犹豫了一下 道 在下沉溪 这是他前世的姓名 几年不叫 感觉陌生了许多 听说陈公子 有意要阻我那铺子 寒暄了两句 张老爷便直入正题 正是 林小竹点点头 再听了小饭馆的王老板说 那琴记杂货铺 那寡妇的情况 他当时是犹豫了一下的 那女子丧夫成了寡妇 家境又不好 如今做点小买卖 尚能维持生计 而且他喜欢罗掌柜 也没有大错 错就错在 不应该去纠缠对方而已 可现在如果由于自己的缘故 让他失去了这个铺子 而无法生存 那自己岂不是成了帮凶 不过 那王老板 毕竟是不知内情 或许是那寡妇 应得不到罗掌柜的喜欢 从而不愿意再面对她 退掉租来的铺子呢 这种可能性 也不是没有 自己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便断然拒绝租赁铺子 岂不是愚蠢之极 所以 他应了那一句话之后 便又试探道 不过 罗掌柜叫在下 去秦记杂货铺看的时候 顺口问了一问 秦记的老板娘 她似乎并没有退租的意思 那么张老爷 是哪里有铺子 租给在下呢 那秦记杂货铺签约两年 还过十天 便到期了 但老板娘 并没有钱来续约 所以在下 自然要再找下家 张老爷道 林小竹看着张老爷 微笑道 可秦记老板娘 既然无意退租 那么如果明日 他来找张老爷续租 我这里岂不是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了 张老爷的目光 在罗掌柜的脸上 扫了一眼 道 所谓 价高者得 昨日罗掌柜所说的 四百五十两银子 一年的租金 如果陈公子没有意见 便可租下我的铺子 话说到这个分上 林小竹便知 只要自己答应下来 便可拿下铺子 反正签订合约 还要去官府报备 他也不怕这张老爷 和罗掌柜 合起火来骗他 但对那寡妇的同情 还是让他多了一句嘴 可如果秦记老板娘 已出四百五十两一年呢 这话一出 张老爷顿时有些不悦 看着林小竹 道 这位陈公子 在下诚心要把铺子租给你 你却老是拿 秦记杂货铺来说事 是个什么意思 如果你无意租赁铺子 便输在下无空相陪了 说完便站起身来 张老爷 息怒息怒 林小竹忙笑道 如果没有诚意 昨日我便不会去打听铺子 今日又不会来跟张老爷 详谈了 不瞒张老爷说 在下年纪虽小 家中长辈也是做过买卖的 曾在租铺子的时候 遇到过一次恶客 那时我家租了铺子 可前一任租客 强占着铺子就是不搬走的 铺子的主人又拿他没有办法 官司足足打了一年 让家里受了不少的损失 所以在下不得不谨慎 如果您的铺子是空着的 在下二话不说 马上就跟您去官府签合约 而就在下打听 那秦记老板娘 正说过还要继续在那里做生意 要是我跟您签了合约 而他又不搬走 那我岂不是吃了大亏 张老爷听得这话 脸色缓和下去 扶着胡子 点了点头 嗯 陈公子说的也有道理 说完 将目光看向了罗掌柜 张老爷跟林小竹 说话的这段时间 罗掌柜便是一直沉默着 脸上的表情虽然沉稳 却隐隐有一些预期 此时听到林小竹的话 而张老爷又望向自己 他叹了一口气 看向林小竹 道 陈公子不必担心 他要是不搬 自有官府出面 强行让他搬走 不会让陈公子 吃亏的 看来 那位寡妇 可是把这位罗掌柜 得罪惨了 势必是要让他搬地方 而这位罗掌柜 也不是好相遇的 以后跟他做了邻居 一旦不如意 怕是会有麻烦 林小竹沉吟片刻 便做了决定 既然罗掌柜 一定要那寡妇搬走 就算不是自己租用那铺子 前几寡妇在那里 也是待不下去的 既如此 倒不如自己租下来的好 反正这事跟自己也无关 不过为了怕以后闹出不愉快 他决定实话实说 道 既然张老爷如此说 那在下便把那铺子租下来 不过 他抬起头 看向罗掌柜和张老爷 有一个情况 在下还是事先告诉二位的好 那便是 在下是个女子 年房二八 到时候店里所用的伙计 也很有可能是女子 如果张老爷和罗掌柜 觉得没有妨碍 咱们便可到官府签约了 什么 张老爷和罗掌柜大吃欲惊 目光盯着林小竹 上下打量 林小竹稳稳地坐在那里 目光不躲不闪 由得他们打量 见罗掌柜看了他两眼 便将目光转移开去 而张老爷的眼光 虽然有惊异 却并是没有那种猥琐的感觉 他便也放下心来 看向张老爷 微微一笑 道 张老爷和罗掌柜 觉得如何 这个 张老爷转过头去 看向罗掌柜 林小竹目光微闪 看来这罗掌柜的能量不小 张老爷如何做 还得看他的脸色 不过也是 能开那样的点心铺子 所受者非富即贵 那自然得有些能量 以后自己的店铺 要能在此处开下去 此人是万万不可得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